各位大家好 今天把他都给他录完算了 我今天能想出来的东西就这些了 下面说一下啥呢 说一下这个 最近不是美国跟印度签了个什么什么条约吗 或者说叫协议吧 然后有些人就操心 这个美国和印度会不会形成 或者说加上日本也好 会不会成为什么什么亚洲什么什么小北约 我个人看法这个是不可能的 原因在哪呢 原因当然你可能也在别处 大家也可能在别处听说过一些原因 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简单的原因 非常而且是明摆着的原因 就是印度太大了 印度呢 他有这么多人口这么大 美国要想拉着印度干点事了 那总得干的值啊 因此呢就得给印度好处 印度十几亿人 有没有十几人我不知道接近吧 这么大块地方 美国人能拿出多少钱来啊 打个打个比方啊 二战以后的这个这个美国在欧洲搞的这个马歇尔计划 之所以马歇尔计划那点钱能够能够有效果 一方面是欧洲西欧就那么点人就那么点地方 另一方面呢 人家本来也就有工业基础 他那个恢复战争创伤和恢复这个这个工业基础 这个相对说来容易就跟就跟日本一样 他这个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教育程度啊 这个这个这个工程师啊 的数量啊 这个产这个这个工人的这个这个这个技术啊 各方面 人还有这个社会的管理啊 战争结束之后 人家人家就是个就是个恢复到以往的这么一个一个一个问题 而不是而不是这个这个这个向前进 那你印度就不同了呀 印度就得向前进啊 那你扔进去多少钱 能能能有效果 而且这么大一个国家 一人均 那就没了 那你想想看 美国能拿出多少东西来来 来让印度人干点事 特别是特别是与中国为敌 那那那那那 也许后患无穷 过分了 但是后患相当长的时间还是还是可以有的 美国人能能能能在这段时间里一直一直都都都都都替 所以 印度人这个弥补这个损失吗 那显然做不到 所以呢 这个这个也是我我我以前跟大家说过这个这个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希望印度不希望不会分裂印度一个道理 你把印度分裂了之后呢 出现一些小国啊 这个美国就有可能养得起 印度这么一个大国 这个这个养不起 想想让印度办点事很难的 因为因为因为很难给出足够的好处 就是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因为一人均就那点好处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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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忽略不计了 好嘞 谢谢